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继续学习Groove对话模型的第二步 叫现状分析 先来说一下什么是现状分析 现状分析就是你需要帮助下属理清现状 协助他发现客观事实 并寻找完成目标的核心因素 上节课我也提到 目标好比是开车的终点 现状就是起点 只有明确了终点和起点以后 你才能引导对方自己规划开车的一个路径 这节课我们还是继续远用上节课Lisa的案例 在帮助Lisa确定好目标以后 你不能直接给出建议 要先了解她的现状 那你该怎样了解Lisa的现状呢 没有经过信任的人呢 可能会随意问一堆的问题 比如 欸Lisa 你现在主要做什么工作啊 你喜欢什么样的工作呢 你满意现在的薪水吗 目前的办公地址在哪里呢 平时又穿加过什么培训呢 等等等等 很可能啊 这样问了半天 最后还是无法帮助Lisa理清现状 那具体应该怎么有效提问来帮助Lisa理清现状呢 我推荐你使用现状分析提问的一个四步法 这也是本节课的一个重点 第一步叫确认事实 第二步是分析原因 第三步资源确认 最后第四步是再次确认目标 那你可以在文字版里面找到这张图 在上节课的最后呢 我帮助Lisa达成了一个听起来还是比较具体的一个目标 Lisa呢 是想在2019年3月明确具体的工作方向 比如市场翻译或者是业务工作 最好呢 能找一个符合她自己天赋的方向 在工作中呢 能够不断提升她自己的能力 从而为以后的事业发展打好基础 同时也能够让她的家人为她治好 首先呢 我们就开始现状提问法的第一步 你要确认事实 那现在呢 现场来回放一下 当时我和Lisa的一个对话的一个场景 那Lisa 目前你具体工作状态是怎么样了呢 现在有哪些主要的困惑呢 嗯 我觉得有以下五点 第一呢 我英文八级 目前做的翻译工作 感觉工作比较得心应手 第二 我也协助品牌公众号运营等市场工作 这个工作我也有兴趣去参与 第三 我主要承担的客服工作 对我来说就有些吃力 因为客户都是公司老总 我不知道怎么和他们打电话去沟通 第四 我还不太了解自己的天赋是什么 也不清楚先要着重提升哪个能力 所以我也考虑是否明年要考研继续深造 最后 也是第五点 我是家里独女 我父母岁数比较大 也想过是否要回家找个工作 陪在他们身边 嗯 那我听到丽莎的上述的回答以后呢 决定这一次先聚焦聊她具体合适的工作 而不跟她聊考研以及回老家这些话题 下面呢 就是我继续追问丽莎 她具体适合的工作是什么 我就问 那丽莎 既然翻译市场和客服工作你都参与了 如果让你按满意度来打分 一分为最低 十分为最高 你分别给他们打多少分呢 嗯 翻译的话 九分 市场八分 客服工作七分 哦 那翻译最高 客服最低 市场八分 那为什么是这样的呢 因为翻译首先就是我擅长吧 而且我没必要去翻译那些枯燥的技术说明书 而是关于怎样成为一个高效管理者的主题文献 里面涉及到的领导力 问题分析解决 项目管理等 这方面内容 我觉得能够提升我自己的学习能力 还能够帮助客户成长 很有意义 至于市场工作 虽然过去我没有做过 但我有兴趣多去了解一下 但是客服工作 我感觉自己个性比较内向 和陌生人打电话 我有些顾虑 如果对方不接电话 我会有种挫败感 那我接着呢 就小吉复述确认丽莎的想法 所以在选择工作时候 丽莎 你既考虑到了自己是否擅长 感兴趣 也考虑到了要符合自己的性格 另外 工作啊 对你来说 对他人是否有意义 也是一个考量标准 可以这样理解吗 嗯 是的 关老师 好像就是这些 于是啊 我打算重点为了他翻译的工作 接着和他对话 我问 那翻译工作你打了九分 一分扣在哪里呢 那一分 因为我也参与了市场和销售工作 那时间上就比较难保证 我专注的去做好翻译 而且我也不清楚 翻译工作未来会是怎样子 我会一直做翻译吗 我觉得翻译就是个工具 除了翻译 我还想做点其他的事情 啊 你还想做其他事情 那谢谢你告诉我 那如果这项工作满意度 翻译啊 我只要达到十分 那过去你做过什么努力吗 效果又是怎么样了呢 嗯 我不想一直做纯翻译类的工作 嗯 有一次 关老师你让我不用竹子去翻译 时间管理主题的英文资料 而是按照自己的理解 去做一个关于时间管理的PPT 这种参与实际的课程研发工作 我就很有成就感 哦 谢谢 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现状啊 对你的未来的一个职业规划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你最不愿意看到的又是什么呢 对我未来职业规划 如果把我擅长的翻译工作 和感兴趣的课程研发 结合在一起 我就有成长 我最不想看到的就是 五年后我还是纯粹的做翻译工作 感觉会很枯燥 嗯 那确认事实之后呢 我们就要进入到现状分析的第二步 叫分析原因了 所以接下来呢 你就要找出出进或者阻挠 Lisa完成目标的一个核心原因是什么 因为只有发现核心的原因 你才能提出有针对性的一个建议 我继续问Lisa 那你认为促进目标达成的 更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什么呢 除了翻译 要重点加强课程设计的学习 还需要更多关于高效管理者的英文文献 当然了 我还要去了解客户的具体需求 这样我才能方便针对性的研发教材 所以你还要看更多的高效管理者的一个英文文献 对吧 那这些因素中 那哪个因素呢 听起来目前最关键呢 因为你刚才说了又要看文献 又要了解客户的需求 那么还要去重点加强课程设计的学习 那哪个因素你觉得目前最关键呢 目前来看 我认为客户需求 这个是最关键 我需要了解客户的需求 这样课程交按才能够更好的确认 是这样的 那这些因素里面 你觉得可控的又是哪些呢 我能够控制的是翻译 至于课程设计和客户需求 我需要你们的帮助和辅导 好 那经过这个原因分析以后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了现状分析的第三步 我们把它叫资源确认 那这个步骤的目的是要确认丽莎 有什么样的一些核心的资源或者支持 能够帮助她实现目标 所以我就问 那丽莎 为了完成这个目标 你现在有哪些资源呢 你需要什么样的一个支持 还有你有什么样的一个优势吗 我可以自己去图书馆搜索 高校管理者这个主题的英文文献 支持的话 如果关老师里面有相关资料库 或者相关的英文网站 也可以告诉我 我的优势就是翻译工作 至于课程设计工作 我希望能成为公司的课程研发团队的一员 先从团队助理做起 好 那下面呢 我们就来到了现状分析的最后一步 第四步 叫再次确认目标 现在啊 我需要和丽莎再次确认她的目标 看看聊完现状以后 是否帮助到丽莎 修正她的一个认知的一个差异 看看她自己对之前的目标 是否还要需要补充完善的地方 所以我最后就问 那丽莎 基于刚才的讨论 你有什么样的感想 你对你的目标有调整吗 嗯 对 我还要再补充完善一下 哦 那你还记得你刚才的目标是什么吗 嗯 我想在2019年3月 明确具体的工作方向 就是在市场翻译业务中 找到最符合自己天赋的方向 在工作中能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这样为以后事业发展 打好基础 同时也能让我家人为我感到自豪 嗯 那你现在有补充完善一些什么样的信息呢 嗯 我要从兴趣 擅长和对他人有价值的角度出发 选择一个理想工作 目前看起来 翻译加上课程研发助理 是符合这些标准的 市场工作 嗯 如果我有多余时间 可以参与支持大家 克服工作 我暂时先放一放 因为感觉这个和我个性不太符合 哦 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那到了这里 你应该能明白 为什么上节课最后的时候 我说目标还不能最终确认了吧 因为当时我和Lisa还没有开始聊现状 而今天这节课和她聊完现状以后 Lisa就会重新审视之前的一个目标 现在让我来总结一下 今天这节课的内容 现状分析就是 你需要帮助下属理清现状 协助她发现客观事实是什么 并寻找完成目标的核心因素又是什么 目标啊 好比就是终点 现状就是起点 宣章分析 可以帮助对方更好地思考 未来的一个解决方案 那宣章分析呢 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步骤 叫确认事实 分析原因 资源确认和再次确认目标 和下属聊现状的一个重要好处啊 就是帮助对方重新完善之前出定的一个目标 让目标看起来更加清晰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你的收听 下节课 你将学习到Grow对话的第三步 探索更多的一个选择 这次留给你的思考和实践提示 思考提示 为什么我和Lisa聊现状的时候 决定先聚焦具体工作是什么 而不是和她聊考研和回老家这些话题呢 这次的一个实践课是 请你按今天现状分析的事步法 和你的同事和家人再去聊一次 同样只许提问不许给出建议 欢迎你在留言区和我互动